台中時光一名富人務農結束 準備要回家碰上了水壩洩洪 受困在農地上 嚇得他不斷的發抖 吉祥人員到場 在水泥河道上架設旅梯 協助富人平安脫捆 現在沒辦法過了 這太大了 水壩洩洪急水流 從易洪道傾斜而下 將車道分隔兩地 一名富人受困在對岸 就怕被水流沖走 緊張的不斷發抖 景祥人員到場也過不去 只能不斷的處身安撫 水面都胖了 沒辦法 你等一下好不好 為了競速讓富人脫困 只要人員改在水泥河道上架設旅梯 爬過去與富人會合 再引導他一起爬過梯子 流行富人一度手腳發軟 嚇得不敢前進 當到場後 先行安撫流行禮室 新景祥勘察後 決定繞台一鴻道 在另一邊選擇架設 安全梯進行救援 幸好在景祥人員的協助 與交打氣 財政富人鼓起勇氣 慢慢往前爬行 最後安全獲救 只受驚嚇 沒有受傷 接著節目上神士捷 台中裁縫道